真是没想到,绿豆里倒入鸡蛋液,出锅就是一道星级饭店里的招牌美食 这个做法很多人都没见过,而且简单又美味,老人孩子都喜欢 400克的绿豆,加入我家清水浸泡一宿,绿豆提前浸泡会更容易煮熟 把泡好的绿豆倒入电饭锅里,加入适量的清水,盖上盖子蒸半个钟 碗中打入两个鸡蛋,用筷子充分地给它搅拌均匀 加入200克牛奶,3克酵母粉,一勺白糖,搅拌至酵母融化 加入300克面粉,搅拌成这样粘稠的面糊,封上保鲜膜醒发至两倍大 醒发好的面糊里面全是小气孔,把蒸熟的绿豆倒进来,搅拌均匀 都说点红心是勤分,不点红心是本分 有缘看到这个视频了,就帮忙点一下吧 让我欠你个大人情,万分感谢 盆中刷上油防粘,倒入面糊,撒上葡萄干,放入蒸锅 水开即时蒸40分钟,光火焖两分钟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绿豆发糕比面包还松软香甜,大小朋友都喜欢 夏天多吃绿豆好处多多,做法简单保存起来你也试试吧 如果你每天不知道吃什么,我的主页里有更多不同的美食教程